上班时间家长送小孩来托婴中心 似乎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这间位于巴黎的公共托育中心 上周才有男婴遭衰落地面 黄新教保员帮9个月大的男婴换尿布时 将他放在尿布台上 却没有待在婴儿旁边 就转身找尿布 导致男婴从80公分高的尿布台 衰落地面 而且从头到尾都没有通知家长和主管 直到母亲发现小孩不对劲 一直在哭左手不会动 送医检查才发现男婴左边的左骨骨折 一开始优宝园想装傻 直到家长说要调阅监视器后才坦诚一切 纯粹就是老师他个人的一个处理不当 他疏于照顾 然后重点是第一时间没有告知主任我 按照标准程序东西准备好后 婴儿都不可以离手 优宝园发生重大疏失后 社会局也紧急做出惩处 针对机构会罚10万块钱 针对工作人员会罚还6万块钱的部分 相关的医疗费用或是后续的关心处理 我们会持续进行 他可能是还蛮有责任的 他可能是一个小意外的 虽然发生重大疏失 但公共托运中心价格比方间便宜一半 设备环境优良仍然是不少家长心中首选 而事后社会局释出善意 男婴母亲也决定和解 只是发生这么重大的衰婴事件 恐怕公家机关的诱保员训练得更加确实 避免相同事件再度发生 记者新北市综合报道